为了顺利推动花莲县12年国教课纲特殊教育课程 县长徐真卫邀集了花莲县特殊教育辅导团 共同来商讨提升品质策略 召集人新陈国中退休校长谢力华等一行人 针对自我真能以及到校辅导服务 督导还有课程审查工作等提出了说明 获得县长的肯定和支持 也期许未来可以真能本县国中小的特教品质 现在学专业表示今年来可以从县府举办的各项学术竞赛当中 看见换了孩子的职业 县府一直来提升特殊教育教学现场的相关设备 分担家庭的负担 以往大众认为特教就是身心障碍的想法 透过小论文或发明展等竞赛让只有学生被看见 正在第一线教师的引导启发是重要的关键 如何发掘只有学生是今年来重要的任务 有些是专科班 有些是专科班是受讯学院比较多 所以这个部分还有专业专科班 从师班生过的这些 我想这个普通班的老师对于特教生的部分 肯定要麻烦 大家在每一个学期或者要常常要进行 就是怎样去关注到特教生的部分 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现场 除了县政府的资源可以提供以外 那我们也可以每一盒社会的资源 其实当每一盒社会资源进来的时候 所谓社会资源可能是社团的资源 或者是硬体的资源进来的 其实也让社会资源知道说 其实特教生还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有时候一些民间的大众 不晓得如何去碰触特教生 他们怕一个言语一个动作 或是怎样会去伤害脑子的心 因为当然也都没有经验 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把硬体的资源提出来 那很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就会知道 相关工作的目的 其工作重点包括协助花莲县12年国教 课纲特殊教育课程推动 到校辅导服务 督导及审查工作等等 现在许中尔最后补充提到 除了精进特殊学生学习品质之外 是否需要征聘优秀教师 降低教师的负担 甚至是第一线教师的培训 以及生心灵的辅导协助 希望未来在特教辅导团 再寻回过程当中 可检视第一线教育课程 所缺确的设备资源 除了现政府支持之外 也可以寻求社会资源的媒合 增进社会大众对特教生的了解及协助 也期盼特教辅导团未来能够持续 主动提供学校辅导以及咨询 提升教师班经营课程教学 推动普特合作 提升融合教育的品质 记得继续黄色波导 提升教育的品质 提升教育的品质 提升教育的品质